电冰箱制冷系统的基本原理 电冰箱制冷系统是怎样实现制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熟悉一下制冷系统的基本原理 在一个密封循环系统中 制冷剂经过压缩机 从回气管吸入低压室温的制冷剂 经压缩机排出高温高压的气态制冷剂 在冷凝器中散热冷却后 使其变成室温高压的液态制冷剂 然后经过干燥过滤器过滤掉杂质和水分 再经过毛细管减压节流 经过冷热交换器 使其成为低温低压液态和气态制冷剂 制冷剂在蒸发器中 吸收箱内的热量变成气态的制冷剂 再经过回气管 返回压缩机 实现电冰箱的制冷 电冰箱故障的检查方法 在维修电冰箱时 我们应从哪里先入手呢 检查电冰箱故障的方法 可以用问 看 听 摸 测 五个字来概括 问 问是指检查故障之前 首先问明电冰箱的使用情况 故障现象 使用粘线和故障时 对曾经维修过制冷系统的电冰箱 要多加留意冰毒 脏毒 混入空气 冷冻机油是否变质等故障 看 对于一个出现故障的电冰箱 首先要看蒸发器的结霜情况 在压缩机运转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蒸发器表面无霜 结不满霜 或结霜不实等情况 都说明制冷系统工作不正常 电冰箱的冷藏室不是结霜 而是结冰 这种情况是由温空气的控制温差过大 开机时间过长造成的 直冷式双门电冰箱的冷藏室蒸发器总是结满霜 而不是结霜 化霜 交替变化 这说明温空气发生故障 查看制冷系统中管路的各个焊接处 看是否有温漏的痕迹 一般温漏处会有油渍 查看压缩机回气管是否结霜 如果结霜 就说明制冷剂充入量过多 如果间冷式电冰箱的压缩机回气管结霜 应首先想到 是不是由于风扇不转引起的 听 接通电冰箱的电源 如果听到启动器和压缩机 发出这样的声音 说明压缩机启动正常 如果压缩机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说明压缩机启动不正常 这个故障可以考虑以下原因 一是电源电压低 压缩机卡钢爆轴 二是电动机绕阻短路或开路 三是电动机电器故障的 压缩机运转时 如果发出当当的撞击声 说明压缩机内支撑弹簧断裂 或者疲劳变形 制冷剂通过毛细管进入蒸发器 迅速蒸发沸腾 同时发出这样的气流声音 还时常伴随流水的声音 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听到蒸发器内 有断断续续的憋气声 这种故障通常为脏毒 油毒 冰毒 如果只有气流声 蒸发器不结霜 这说明系统内制冷剂基本泄露完 摸 在压缩机运转时 触摸冷凝气上部应该很热 如果用手感觉不热 可能是制冷系统漏气 堵塞或压缩机性能不良等故障 正常时 触摸干燥过滤器 应有热的感觉 脏毒会造成干燥过滤器温度降低 干燥过滤器温度过高 是制冷剂冲入量过多等原因造成的 压缩机正常工作时 触摸压缩机回气管 应该有凉的感觉 用手摸温度高 说明系统制冷剂少 管路微堵 如果结霜 说明制冷剂冲入量过多 用手触摸蒸发器表面 如果发现蒸发器结不满霜 说明系统制冷剂不足 或管路堵塞 测 检修所测量的内容 包括测量温度 测量压力 测量工作电流 测量绝缘电阻和直流电阻值 测量温度 用电子温度计测量电冰箱的温度 电冰箱的工况温度 按国家标准 吸气温度32摄氏度 蒸发温度-23摄氏度以下 排气温度为55摄氏度左右 过冷温度为32摄氏度左右 测量压力 用真空压力表 测量压缩机的工作压力 压缩机工作正常时 吸气压力为0.4个表压 排气压力为13.9个表压 电冰箱在实际维修操作中 运行时吸气压力 冬天0.2到0.4个表压左右 夏天0.3到0.5个表压左右 吸气压力过高 通常的原因是制冷剂充入量过多 吸缓毛细管过短 压缩机性能不良等 出现吸气压力为负压时 可以从制冷剂不足 系统内有堵塞现象 心患毛细管管径太细 太长等方面找原因 测量工作电流 用前行电流表 前驻冰箱电源线的任意一根 来测量工作电流 不同型号的电冰箱 额定电流也有所不同 在实际检测中 可具体参照电冰箱标牌的额定电流 作为检测标准 家用冰箱的额定工作电流 一般在一安排左右 如果测得工作电流 大于额定电流 说明制冷剂充入量过多 制冷系统微堵或电机短路 如果测得工作电流 小于额定电流 这说明制冷系统有泄漏 压缩机性能不良 用万用表测量压缩机绕组间的直流电阻值 因为压缩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值很小 测量时 应将万用表电阻档调到R乘1档 然后将万用表的正负表笔 分别接到压缩机绕组两端来测量 一般运行绕组的组织小于启动绕组的组织 在正常状态下 压缩机各绕组的正常组织 应该是运行绕组的组织 加上启动绕组的组织 等于启动运行两端左侧的组织 对于杂间短路不严重 或者杂间绝缘不良的电机绕组 用电阻测量方法很难分辨出电机故障 因此只能采用前面提到的 测量工作电流的方法来判断 总之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检查 我们就基本上能够查出电冰箱的故障根源 电冰箱的组成与故障的维修方法 电冰箱是由机械系统 电气系统 制冷系统三部分组成的 我们来介绍机械系统 电冰箱的机械系统 是指压缩机运动部件 压缩机按内部的机械运动方式分 常用的有两种 即滑管式压缩机和连杆式压缩机 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两种压缩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滑管式压缩机 滑管式压缩机 是由曲轴 滑块 滑管 活塞组件 及气缸伐作 机架等组成 它是电冰箱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压缩机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当电机转子带动曲轴旋转时 曲轴带动滑块在滑管内滑动 使活塞在气缸内做往复运动 并完成吸气 压缩 排气的过程 滑管式压缩机 适用于120瓦以下的小功率条件下工作 工作寿命一般在10到15年 连杆式压缩机 连杆式压缩机 在结构上与滑管式压缩机的区别 就是它的传动部件 用连杆代替滑管和滑块 它的工作原理是 当电机转子带动曲轴旋转时 曲轴带动连杆 使活塞在气缸内做往复运动 并完成吸气 压缩 排气的过程 连杆式压缩机 综合性能高于滑管式压缩机 连杆式压缩机的活塞与气缸 没有侧向力产生 活塞面受力均匀 所以磨砖小 寿命长 功率适用范围广 它的工作寿命 一般在15年以上 接下来 我们具体介绍 电冰箱的电气系统 电气系统 包括直冷式电气系统 和风冷式电气系统 首先介绍直冷式电冰箱的电气系统 交流电220V 从AB两端加入 从A端 经门灯开关和门灯 另一路 经温控器 至过流过热保护器 接压缩机公共端 从B端一路 接门灯 另一路 接启动开关 至电机启动绕组端 一路经启动器 至电机主绕组端 下面我们就结合 直冷式电冰箱的电路系统 介绍几个常见故障 维修实例 电冰箱通电后 没有任何反应 这种现象 我们应从哪着手维修呢 打开电冰箱门 门灯还亮 这说明电冰箱已经通电 应该检查电路系统及压缩机 首先接断电源 打开温控器盖 测温控器 导通正常 再打开压缩机端子盖 用万用表测量 过流过热保护器 经测量 不导通 说明压缩机 因过流 而将保护器加热丝熔断 这时 就应该测量 启动器和压缩机的好坏 测量启动器 导通正常 再测量压缩机组织 测运行绕组端 组织为6欧姆 启动绕组端 组织为40欧姆 启动运行绕组两端组织 为46欧姆 测量结果是 运行绕组组织 和启动绕组织之和 与启动运行两端组织相同 说明压缩机组织正常 接下来 还用测量压缩机的工作电流 在没有新保护器的情况下 可用一根导线代替过流过热保护器 接通电源 用前行电流表测量电流为1.14安培 与标牌额定电流相符 说明压缩机良好 通过以上检测 说明冰箱没有任何反应 是因为保护器损坏造成的 这个故障的解决办法 就是更换新的保护器 换上新的保护器后 电冰箱恢复正常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障 电冰箱通电后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打开电冰箱门 门灯还亮 首先接断电源 打开压缩机端子盖 用万用表测量过流过热保护器 测量结果是不导通 说明压缩机的保护器夹热丝熔断 这时应重点测量启动器的耗坏 测得启动器触点已开路 再测量压缩机组值 测得压缩机启动绕组为24欧姆 测运行绕组组为13欧姆 测启动运行组组 为37欧姆 说明组织正常 检查到这里 还不能完全断定压缩机是好的 还应采用人工启动法启动来判断 具体操作是 用一根导线串入并代替保护器 拆下启动器 将电源线接在压缩机的主绕组端 用两根导线代替启动器 连接各绕组端 接线时 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学圆性 防止短路 先将两根导线短接 让另外一个人通电 通电后 三秒钟内 将短接导线迅速断开 此时看电流表 假如电流在两安培以上 则应更换压缩机 经测量 该压缩机电流在一安培左右 说明压缩机正常 可以换同型号启动器 及保护器 换过之后 压缩机正常运转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现象 电冰箱制冷正常 但一直开机不停 这种故障怎样检修呢 检查电冰箱的冷冻冷藏室 都低于正常值 因电冰箱原来制冷正常 说明制冷系统没有故障 根据故障现象 我们可以确定 是电气系统中的温控器失控 使压缩机一直工作不停 所造成的 断开电源 用一支新的同型号温控器 将温控器的连线端 对位接好 接通电源试机 电冰箱运行到设定的温度后 恢复了正常冲击 这一集 我们熟悉了电冰箱的 制冷原理 重点向大家介绍了 电冰箱故障的检查方法 这是学习维修电冰箱的基础 下一集 我们向大家介绍 制冷系统简陋 和抽真空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